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TVB裁員一成 已經是既定的事實 原來TVB在昨天透過口頭通知被炒油的員工 而在今天受影響的員工 也是在冬至之前接過大信封 慘食無情雞 綜合了多家媒體的報導 似乎這次裁員的重災區屬於非戲劇組 即是由助理總經理余詠山所管理的眾藝科 以及資訊文教科 這次解僱的有什麼人呢 包括流行都市、兄弟邦、東張西望 以及娛樂新聞台等多名導演 以及幕後工作人員 當中流行都市和兄弟邦節目組的幕後人員 更加是無一幸免 全數遭到殘酷一丁 根據無線公告 他們說受影響的員工會按法來獲得賠償 包括代通資金 同時也發放了特別酬金 根據蘋果的了解 受到解僱員工獲得的特別酬金 是相等於半個月的薪金 他們說到底為何無線要裁減非戲劇組的員工 其實都有幾個原因 首先來說 無線電視的資訊節目完全不吸引 現在已經是互聯網的世代了 你想想他們的資訊節目不夠新又不夠快 人家只要上網瀏覽鍵 去Google 甚麼都能搜到出來 你還要慢慢等你的節目 問到睡 其實在現今的世代 你做資訊節目只能鬥 鬥一件事 就是4K的畫質 比如說外國的Discovery Channel 或者National Geographic 他們做甚麼節目 將自然生態 將環境 或者歷史古蹟 科普的資訊 就用高清的畫質 來呈現出來 你這個無線電視 那個頻譜 到底能不能支援高清的畫質 就已經成問題了 何況你的器材又行不行 你要跟別人鬥這些東西 其實是很難鬥的 因為別人製作的節目 它是向全球播放 然後配置字幕 或者配以不同國家的地區的語言 那你怎樣鬥呢 你只是買否都沒有人買 你這些資訊節目 只是本地人看的 所以基本上競爭力是很低的 另外你無線就太多頻道了 現在整構了五個台 一個英文台 四個粵語台 有一個粵譜 就是夾雜的 那些台哪有人看 大家開電視 往往最多都是最多頂盡 都是開這個翡翠台 看馬就開J2 對吧 那其他台怎麼會有幾何轉過去 對吧 你還要整構五個台 你說是死不死 都分散了那些收視 其實根本上是浪費資源的 很多台在空轉 一點收視都沒有 你公佈出來 你說有沒有收視 還有那些綜藝節目 毫無新意 對吧 玩了這麼多年 那些遊戲節目 都是掌援人的形式 或者問答比賽 還哪有人看 現在是2019年 對吧 你不如說做音樂節目 流行經典五十年 做到黎小田聲都鮮油 還繼續在做 老實說 這個節目不是不好看 意念是相當好的 可以讓市民重溫 香港流行文化的季寶 就是那些流行曲 問題是你找不到原唱者來唱 很多歌你都找不到原唱 除非那些不是太紅的歌聲 你就找得到 比如說汪阿姐那些歌 你根本上有時候 都不是找汪阿姐唱 真是白癡 抽官那些 你自己的藝人 李思琦 你自己的藝人 你都不找她唱 提小恩怨 你找李思琦唱 找別人唱 就沒有那種風韻 經常找到那些 恩聲 或者我們市民 看開電視機 不認識的人 老實說 這樣就沒有了親切感 就算唱那首歌 沒有了那個風味 都是相差一點 那把聲音是不同的 又不夠沉實 又不夠口 唱鬼 你找回雞公仔去唱 你不要找那些奇哩鬼去唱 聽到聽到韌耳 那些歌 然後那些吹水節目 即是所謂清談節目 又受到廣播條例的限制 尺度又保守又落後 很多題材 你不能說 包括什麼 性方面的題材 一說就怕被人投訴 那些怪獸家長 又會投訴你 其實看你節目的人 還有什麼人 那些怪獸家長 還有靈異節目 說鬼的 又不行 有一點粗口 馬上不行 就被人罰錢 論證的節目 你又不敢做 就算是有些刷鞋節目 又是沒有人看的 所以非戲劇組 你還有什麼特點優點 整個優勢都沒有了 所以被人財 都是理所當然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 好了 還有第二件事 我就要恭喜王維基斯欣 他那個所謂HKTV搞不起 我真的覺得絕對是好事 真的他腳頭好 好人有好步就是這樣 他一輩子 基本上他搞任何生意 都是很成功的 由他搞電訊、寬頻等 但是你搞不到這個電視台 絕對是好事 你幾生收到 王維基斯欣告訴你 如果你搞得到 現在就肯定蝕到眼淡淡了 因為是沒有前途的這個行業 根本上電視台在香港 就是一個夕陽的行業 成本貴、皮費貴 賺錢就賺得少 其實現在他轉型 做這個網購生意 絕對是比起搞媒體是賺錢的 媒體現在不停有人肯幫錢 肯定是搞維穩的 已經是賺不到什麼錢 因為整個市場已經搞坏了 是吧 好了 你以前搞的劇集 我也有看的 是吧 上HKTV.com也有看的 但是你那些劇集的題材 目前來說 就肯定受到社會氛圍所限制 比如說他拍過一套劇集 就叫做《警戒線》 那這些警匪片 在目前來說 變有市場 除非那個警察是專門做黑警的 那就可能有人看了 對吧 你或者說拍一套 《來生不做香港人》 肯定就被人審查到爆了 就是以前的尺度反而更闊 現在呢 你不用指望 這些劇集 更加無線就不可能發生了 這些事情 而且還有一件事 演員的政治取態 就直接可以影響到收視 比如說以前 找一個《偉英雄》 拍過一出的劇集 在HKTV那裡 哇 現在原來他這麼支持大陸 那肯定那些人就不看了 這些你王維基就很被動了 作為老闆 雖然你就親自去到中大那裡 探望那些學生 聲援那些學生 但是你如果請那些演員回來 如果在電視台播放的 那你就很大劑 因為大部分藝員都是喜歡人民幣 你沒辦法了 而且還要一件事 經常要為逐牌的問題苦惱 你看商台就是這樣 隔幾年就要談逐牌 一談逐牌就有很多條件 比如說以前 又要炒大班 炒旭敏 實情如果有些人想有這個本心 去搞電視台 你就要參照外國那種Netflix的模式 因為以全球華語的人口 絕對可以支援一個這樣的平台 問題就是 有哪一個人可以投資這麼大的成本來去搞這個台 加上華人那種不團結的性質 你小小搞氣就有人眼紅你了 那你搞不搞得起成問題 所以不搞就好 如果搞媒體的話 我講一下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匯豐銀行和聲火同盟的戶口 匯豐銀行出了一個聲明 我們先說了 他就說針對近日有個別戶口的討論 即是聲火 我們希望大家明白 關閉任何銀行的戶口 從來都不是一個輕率的決定 必須要重申 我們在2019年11月 關閉相關戶口的決定 和近日香港的情況 並沒有任何關係 在銀行的日常運作當中 每當發現戶口的交易活動 和開戶時程序的用途不相符 我們會盡力協助客戶提供所需的資料 過去幾個月 我們一直和相關的客戶保持聯繫 以便對方盡快提供所需的資料 然而由於該戶口未能符合相關的要求 我們於是作出關閉戶口的決定 這則貼文在Facebook發布 竟然吸收了一萬三千多個外套 截至目前為止 而且根據市民的留言 大部分都不接受匯豐銀行的解釋 主要是說他們在打壓 以及說他們在關閉戶口之前 兩天見過港澳辦 以及叫他們向美國解釋 因為有些消息傳出 美國方面可以提出制裁 而根據港大學生會的張崑陽引述 一位學者所說 匯豐之前幫伊朗和墨西哥洗錢的案件 已經被美國警告過會斷絕美元的供應 最後變成罰款了事 但又一早被美國方面留意了 被視為是國家安全的威脅 他有些呼籲 他打算搞一個集會 譴責香港政府隨意凍結私人資產 嚴重損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根據他所說 正在向警察申請一個不反對通知書 而在今天下午 中環出現了和你lunch 就是抗議警察以涉嫌洗黑錢的罪名 拘捕了星火同盟部分成員 根據最新消息 昨天被捕的四位人士已經當晚獲釋 這些情況就是高調抓人、低調放人 那群和你lunch的示威者 亦去到匯豐總行的時候 職員馬上關閉在德庫道中的大閘 閘外亦有防暴警員駐守 這反映了現象 那裡有壓迫、那裡有反抗 你連人道基金都封了他 不讓被捕人士、示威者 有一個財政的依靠 不讓他們去申請這個款項 把他凍結了 這些行為很明顯就是要把人民踩到上心口 就是要欺壓他 就算你成功了 激起民怨 經常說要止暴制亂 一會兒又說要跟公眾對話 收皮 對什麼話呢? 你根本就要踩到上心口 就要激興市民 其實大家留意一下 每當示威的情勢 有所回落的時候 往往就會出現這些情況 是不是很奇怪? 好像有些人在幕後不想停 這樣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